爆炸一共是前后两次 相隔不到 我的感觉 我的体感不到几分钟 第一次炸弹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们家楼板要先翻了 感觉到我们家那个楼板就是在跳舞上下的来来回回的跳舞 说话的人名叫赵颖 自2001年旅居黎巴嫩 当地时间8月4号傍晚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剧烈爆炸 赵颖的家就住在离爆炸发生地贝鲁特港口8公里的地方 回忆起爆炸瞬间 赵颖仍心有余悸 爆炸发生时 他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正待在家中 赵颖说 从自家的阳台看出去 正好看到爆炸发生的贝鲁特港口 我们家的阳台是玻璃门窗 我们家的阳台是看海的 能够看到贝鲁特港的 就看着旁边的地方就是空气当中全部都是黑烟 升起了黑烟 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在湖北厄西的一个化工厂工作的 曾经化工厂有过爆炸 爸爸就跟我说过 在化工化学的地方如果爆炸的话 经常会引发连带着引发的别的更多的爆炸 果然在第一次爆炸几分钟后 第二次爆炸又发生了 然后那个气浪就过来了 人都快把它给飞出去的那种感觉 想一想 我们家离那个地方8公里了 赵颖介绍 索性气浪冲击的是整栋楼的侧面 自家房间的玻璃没有受损 但周边一些楼出现玻璃受损 周边有居民被玻璃划伤 赵颖说 灾难发生后 黎巴嫩华侨华人互相安慰 彼此互助 他也表示 黎巴嫩是一个美丽的国度 也是理想的旅游目的地 希望能够走出灾难 截至目前 据黎巴嫩红十字会的声明称 到目前为止已有4000多人受伤 100多人丧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楼